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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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Victor 楓 馮樂恆 最初接觸舞蹈是因為 對音樂劇裡面的 舞蹈形式和風格有興趣 但是慢慢接觸了 其他舞種之後 其實覺得自己最大的興趣 是身體對於動作的 敏感度 大於某種舞蹈類型 我自己作為一個編舞者 其實創作過程都經過了幾個不同的階段 最初編舞的時候 會很想感動到觀眾 但是慢慢覺得 如果創作動機 完全依賴在別人身上 編舞對於自己的意義 又在哪裡呢 繼而自己就想做到一些 可以表達到自己 和抒發到自己感情的舞蹈 但是之後又覺得 會不會太自我中心呢 如果這樣的想法出發的時候 如果我有些東西想說的話 為什麼不直接這樣說出來 要經過某一個形式去說出來呢 所以到現在我創作的時候 我覺得作為一個編舞 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呈現一個作品出來 令到觀眾可以有一個體驗 所以我覺得藝術家和作品和觀眾 這三樣東西是沒有主要和次要之分的 那三樣東西都是一個平等的關係 沒有說編舞主宰了觀眾的體驗是什麼 那個體驗是可以感動的 但是不是我的創作主子 對於那個體驗 觀眾不需要去詮釋我原本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那個體驗是對每一個人都不同的 他們自己生命遇到的東西 會對於他們看那件事 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他們可以有一些很主觀的 自己的看法對於那個作品 有些觀眾會覺得 現代舞和當代藝術可能會看不明白 不明白這個作品的意義是什麼 但是這個可能是劇場和藝術的傳統 會覺得要觀眾去明白創作人的一些原意 但是如果創作人的前設 不是要觀眾去明白某一些東西的話 而是要觀眾去體驗或者經歷一些東西的時候 那觀眾就不用花時間和精力去嘗試 可以理解那個作品的意義在哪裡 因為意義其實是在他們的體驗裡面得到出來 右邊 左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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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玩過山車 玩過山車的時候 你不會想過過山車的意義在哪裡 你會是看看過程 令到你有什麼體驗 如果我們去看一個藝術作品 抱著這個心態去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從中發掘自己的體驗 自己的意義在作品裡面 想看到一個人是相當地為感人 想見的 成功 找來 真情的 從中發熟 開始 開始 一些人 開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